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找不着东南西北了 村里人乃至附近的十里八屯都知道我爸妈重男轻女 我哥虽然是男孩子 但从小让他们惯不得像话 在村里我哥就是小霸王 比他大的或者比他小的孩子没有不怕我哥的 我哥打起人来下手特别狠 谁要惹的他就打你个满地找牙 我哥比我大五岁 可在我家里他是娇生惯养的 而我就是那个有也行 没有也可以的多余的孩子 这一点在我妈给我哥和我取名字之上 就能看出来 我哥叫袁志伟 志向伟大 我叫袁鱼 多余的鱼 意思简单明了 其实在我和我哥中间还有个孩子 不过在不到一岁的时候就被我爸妈送人了 听说送给了山东合泽的一家远房亲戚 而送人的原因就因为是女孩 本来我出生以后 我爸妈也准备把我送人的 就留我哥一个男孩子 是邻居李奶奶一句话 我得以留在亲爸亲妈身边 效劳他们这么些年 李奶奶说女孩比男孩要听话 要勤快 将来长大了能帮着大人干活 结婚还能换来一笔彩礼钱 留下吧 我不知道李奶奶当时说这些话 对我是好事还是坏事 反正我爸妈仔细揣摩了三首 李奶奶的话 决定听人劝 吃饱饭 留下我 只为将来嫁人 能得一笔彩礼钱 给我哥花 我和哥哥都是初中文化 我哥不爱念书 在学校经常跟同学打架 勾带校外人打老师 只为那个老师在课堂上 当着所有同学的面 说他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将来是国家的废柴 我哥是嫉恶如仇的人 老师说完这句话的后果就是 晚上下班时 被胡同里窜出来的几个会会 打掉了四颗门牙 自行车 也被抢走 卖钱分赃了 老师知道是我哥所为 找到了我家里 我爸妈是有名的护犊子 不但没有批评我哥 反而说老师 是你自己没有失德 还怪我家志伟 打击报复吗 哪有你这么说话的 我儿子怎么就是国家的废柴了 亏你还是为人师表的老师 简直就是有文化的流氓 老师自讨无趣 一人之下把这事上报了学校 我哥早已在师生的口中 名声大噪 所以校方就把他开除了 从此以后我哥就跟社会小伙伙一样 自从我哥会上社会后 经常有人来家里投诉 今天这个村丢了一只鸡 明天那户人家少了一只鸭子 反正不管谁投诉 肯定被我骂一顿泼妇骂街 给骂回去 我哥的魂 我妈的泼 在周围十里八仙啊 很有名 所以不管谁家丢了啥 都只能认倒霉 那时候不过年不过节的 我家经常杀鸡宰鹅的 当然这些都是我哥的杰作 相比于我哥的混不利 我从小就是个乖乖女 我妈让我上东 我不敢向西 让我打狗 我绝不敢骂鸡 所有的家务活都由我来做 只为在父母面前刷存在感 转眼我哥二十多岁了 村里跟他同龄的男孩 都娶妻生子了 可我家连个介绍人都没有 我爸妈并不着急 在他们看来 我们家有钱 得找一个各方面都满意的儿媳妇 我哥这几年倒是出息了不少 虽然还是个不务正业 有手好闲的人 但起码不惹事了 我哥长得帅 大概我们老原家基因好吧 哥一米八几的身高 五官俊了 绝对是个硬汉形象 就这点足以让我爸妈 扒拉着手挑媳妇 我哥在二十五岁的那年 嫂子终于出现了 她在这医院做护士 属于当下流行的 肤白貌美大长腿 性格还温柔 一说一笑的 很是讨喜 按理说 嫂子长得好 工作也好 嫁什么样的男人不行啊 可不知道 她哪根筋搭错了 就喜欢上我哥了 即使我哥 略计斑斑 也毫不在乎 嫂子进门以后 我才知道 上帝没有配错的婚姻 她和我哥可以说是 瘸驴 陪破墨呀 鱼找鱼 瞎找乡 乌龟找王八 蛤蟆找青蛙 结婚那天 早上八点接亲的车就出发了 我作为唯一的小姑子 肯定也得去接嫂子 到了嫂子家以后 他们家大门检索 任凭 鼓乐队把喇叭吹破 也不开门 后来磨蹭了 有一个小时 大门终于打开 但我嫂子硬是 不上洗车 非得让我家再给她 买条一万块钱的金手链 才上车 她结婚时 连三斤包括在内 我家给了她二十万 她也同意了 可当天又整出 这么个人幺蛾子 我哥对我嫂子言听计从 肯定同意呀 于是当时打发人 开车回家 管我妈要一万块钱 我嫂子这才 妞妞答答的上了车 照说媳妇娶进来了 房子又是 给她们新盖的 四间北京坪 你就好好过呗 可我嫂子可能天生爱作妖 怕油烟呛 从来不在家做饭 一天三顿在我家吃 吃完了嘴一抹就走 我妈屁都不敢放 还桌上桌下伺候着 三天回门回来 嫂子又作妖了 我们北方冬天都腌酸菜 我妈呢也是早早腌了一大缸 嫂子非要我家 腌酸菜的大缸 我妈说春天酸菜吃完了给她 嫂子不愿意 从娘家回来以后 跟我哥一起来推缸 那天 他们把满满的一缸酸菜 全部捞出来 扔得满地都是 酸菜 水啊 它流的是地上 臭气熏天的 我妈忍不住就说了 我嫂子几句 我嫂子更不是省油的灯 当时手一插 说我妈 怎么着 你娶起媳妇 给不起缸啊 给不起你得给 今天我就要定了 我妈说 你太无理取闹了吧 这还满满一缸酸菜呢 你扔出来我放哪 吃不了 不都烂了吗 嫂子回怼一句 烂了就喂猪 我妈也不该示弱 那就都给你吃了 嫂子一听 我妈骂她是猪 当时那泼腹叶就上来了 揪着我妈的头发骂 你个老杂毛 说谁是猪呢 给你脸了吧 说完狠狠地扇了我妈一个嘴巴 那声音响得把我和哥都吓了一哆嗦 我妈一直是一个泼腹著称 哪能受得了这个 以前她怕我嫂子是还没结婚 现在嫂子已经是我哥的人了 我妈自然不惯着她 二话不说就跟我嫂子扭打在一起 我和我哥在旁边又拉又劝 可怎么就是拉不开这两个人 后来情节之下我去找我奶 这一下才把他们分开 嫂子连哭带闹 说不跟我哥过了 当晚就要回家 我哥又是哄又是劝 还跪了半宿搓一把 我嫂子还是不依不饶 非要我哥管我妈 要五千块钱的精神损失费 要不然就离婚 我哥以前是霸王 现在在我嫂子面前就是个小绵羊 他说啥我哥听啥 于是大半夜跑来我家 管我妈要五千块钱 说不给嫂子就跟他离婚 他也就不活了 我妈虽然一百个不愿意 但还是乖乖的拿出五千块钱 安慰嫂子 这次之后 嫂子算是尝到了甜头 隔三差五的就来我家做腰 每次都有收获 我嫂子经常和我妈发起战争 刚开始我妈被气得不行 只能接招 他俩这边打完 我嫂子肯定回家做我哥 我哥就回来做我家 每次都得用钱活好 后来我妈学做聪明了 嫂子再找茬 她不接招装怂 其实她也是没钱再搭了 家里只土地为生 一年出不了几个钱 去了全家口粮 剩下的都到嫂子腰包里了 第二年我嫂子生下侄子 袁瀚 让我妈去伺候月子 当然侄子不是谁都能随便伺候的 嫂子说 我们原家天人进口了 让我妈表示表示 要不然 就不让她和我爸看孩子 不让我爸妈看孩子 等于要了他们命一样啊 我妈妈哪能说得了呀 我妈就指望 这大孙子将来能给原家光宗耀祖呢 为了能看大孙子 我妈当时一咬牙 卖掉一头准备过年 杀吃肉的猪 又四处借了一下 给嫂子了五千 又给侄子买了个金锁 花了一万多 嫂子这才喜笑颜开 侄子刚满月 我嫂子说啥容不下我了 说我二十好几了 还在家里啃老 她不舒服 非让我出去打工 我气不过 就跟她理论 我说 我没吃你没喝你的 碍着你什么事了 就这句话 捅了马一窝 我嫂子当时撒破打滚 说我气得她回奶了 当时抱孩子就往墙上撞 我妈回首 就给我打了一个嘴巴掌 想我 跟她宝贝儿媳妇还嘴了 我哥呢 也朝我吹胡子瞪眼 我们一家人 都被嫂子熊成小棉芽了 这样的家 再搭下去 也没啥意思 我管我妈要了五百块钱 第二天呢 就去城里打工了 来到城里以后 我很快通过中介 找到了一个保姆的工作 照顾一对老人 这俩老人都是知识分子 是学校退休的老教师 围着儿子在国外读博 我负责给他们做一日三餐 剩下的时间 我就在他家里的书柜里看书 我从小就爱看书 愿意学习 扣爸妈不供我 我勉强念完初中 如今我的生活 突然从地狱到了天堂 说不出的信息 每天我做好家务活 就沉浸在书的海洋 耳边没有父母的唠叨 没有嫂子的谩骂 生活要多惬意 就有多惬意 我打工的这家老人非常好 他们了解我的家庭情况之后 劝我以后不要回农村了 就留在城里 还拿钱给我在业大报了名 让我学习物流管理 说现在这个行业好就业 将来不做保姆了 可以干这个 现在我在业大学习的挺好 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物流知识 坐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 感觉又回到了学生时代 时间都是轻松的 我除了给我爸妈寄些钱外 再也没有回去过 那个家我想想就够了 不过咱们也是亲生父母 我不想让他们在嫂子面前 抬不起头 唯唯诺诺地活着 寄钱就是让他们有真言一点吧 我应该感谢嫂子 是她容不下我 才有了我的今天 我坚信未来的生活 一定会繁花似紧 同时我也想奉劝那些 对老人不好的儿媳妇 老老及人之老 我们都有儿女 都会有老的一天 希望你做好自己 让儿女以你为傲 好了 今天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地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你的链接 关注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